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邦交国 伯利兹的第二天 当地时间周一 4月3号上午 前往位于首都贝尔默潘的国会发表演讲 她说 尽管面对威胁 但基于共同的价值和更繁荣和平未来的愿景 台湾和伯利兹仍紧密相连 蔡英文也称 伯利兹是真正的朋友 而台湾和伯利兹的关系 建立在双方政府 人民和企业间实质的伙伴关系 这次出访伯利兹 相信双方友谊将持续紧密坚实 随后 蔡英文接受了伯利兹参众两遍成递的 支持民主台湾动议 而在同一天下午 蔡英文则率团视察台湾和伯利兹合作的 伯利兹国家重阳中心 根据媒体报道 蔡英文不仅轻微小杨 看着小杨可爱模样 他还一度要把脸凑近 直言想带回家 伯利兹国家重阳中心 是中美洲第一座现代化高床式洋舍 可容纳多达400头重阳 逐步协助伯利兹提升整体国家肉羊产业生产力 2021年起 也和美国粮食祭品组织合作 共同辅导当地弱势家庭 借由养羊事业 逐步改战贫困生活 总结束 是中文字幕 感谢观看